欢迎收看天工艺术 翡翠小知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子的故事 隔壁的王太太戴了五年的翡翠手镯 出现了血丝 据说这是翡翠吸收了王太太的精血 先不管这样子的故事真实性有多高 但是市面上卖的雪翡翠价格的确是非常的高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雪翡翠到底是什么 何谓雪翡翠 有一个说法是 古代人为了让玉器通灵和辟邪 会用人血来浸染这一块玉 然后埋在特殊的地点 经过多少多少年后拿出来就变成了神器 这个说法经过现代实验证明直接被推翻 第一实验结果指出 血液埋在地下的话很快就会被碳化 并不能浸入坚硬的玉器当中 更别说是保存上百年了 第二就算是长时间浸泡在新鲜的血里面 翡翠也很难产生变化 因为翡翠的最大特点就是质地紧密 翡翠的密度比水和血液都高得多 没有理由随便泡泡就会变色 翡翠上面的血丝是什么 我们知道翡翠是多种矿物的集合体 其中包含了铁元素 而天然的翡翠难免有一些纹裂等瑕疵 当存在于纹裂之中的铁 汗空气以及水产生氧化作用就会生锈 而充满红色铁锈的纹汗裂看起来就像血丝一样 雪翡翠的功效 雪翡翠的功效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 有人说雪翡翠可以避邪驱货 长期佩戴能够保佑平安 也有人认为雪翡翠的煞气太重 对人体没有什么好处 雪翡翠的防品 市面上卖的雪翡翠 大多是经过化学染色而成的 也就是所谓的B加C货 采用劣质的翡翠 先酸洗染色再灌胶 说实在话一般人用肉眼是看不太出来 珍品和防品的差别 所以在购买前请务必三思啊 今天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 如果还不要订阅我们频道的话 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